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節真的要提醒大家姜濤 小心小心 因為這些老千幫就再度活躍起來 其實高中底之前都經常跟大家說 要小心這些網上一切的資訊 還有賣票給你那些 又說超便宜又說什麼 引你又回答 其實都已經提過很多次 但是到今時今日都依然有人中計 這樣高中底就要跟大家說 還有最近又掀起姜濤的演唱會業 又有老千借這件事 又說幫你預訂票 有些內部票 高中底就一拼 今天這條片就提醒大家姜濤 去踢爆一些假現象 在這段影片之前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容一點都可以 還有課金支持 我又要這個老套的開場吧 福水路阿里十年八年 高中底一說的話就馬上中了 我一直都有提醒我的觀眾聽眾 雖然我的觀眾聽眾已經達到一個非常聰明 非常可愛伶俐的階段 因為他們一直有聽高中底客觀的評價分析 數據資料 其實如果聽到我這條頻道的姜濤 都真的會很聰明 還有不會有那麼容易上當的人 因為每天聽姜濤的事 姜濤的分析 姜濤的數據 不多不少都謝謝大家支持 聽一下高中仔這個 整天說話又不精靈 又不靚仔 整個百兩金 說話又不流利 但是我勝在有心支持姜濤 說每一句字都是肺腑之言 所以串都是我的性格 不過有時候我面對這些資訊 就忍不住要告訴大家 急一點 所以就好像比較串 不過都不要緊 明白我的明白我 不明白我的 我怎麼說都不會明白 所以就是都像姜濤 都像姜濤現在的Style 所以我一直都在說 聽我頻道的觀眾聽眾多 因為一直在說 老千和牛黨 一向都是一些信不過的體系 他們純粹都是一件事為錢 當然去到這個 一段時期 你和牛黨也是針對姜濤 因為覺得姜濤是不光顧他 也演得最烈的就是 那時候MIRROR成軍五周年 整個迪士尼的票 他們搞到幾回破產 對不對 就是因為姜濤都覺得 為什麼要和你們買 他們這些老千和牛黨 覺得賺姜濤的錢是應份的 對不對 你們不光顧他們 就是你們有問題 作為姜濤 怎麼可以不買黃牛票 作為姜濤 為什麼不可以買炒高日價的票 是你們姜濤不對 這樣 走音 說到走音 高登仔 即是你們不對 你們應該要幫助我們 你們應該給我錢 你們應該要給我全身家給我 結果 整天都在這種情況下 想掛我們姜濤的一筆錢 所以這次也有新聞報道出來 就說這個MIRROR的澳門演唱會 有一些 都現在可以說的 不發之途 就告訴你 我現在又有MIRROR的巡迷演唱會 可以看到姜濤的 真的在姜濤group 就是前排位 握手位 可以跟姜濤握手 然後又包了船票和酒店 幫你預約 其實也不是一個優惠價錢 其實那些人就不想跟你玩 正常來說 不用你幫我預約酒店或船票 我只想要我入演唱會票 這樣就不行 我現在賣給你 MIRROR演唱會 最後一場了 看姜濤 我現在就兩萬元賣給你 兩萬元買這張票 當然不是 我送兩晚酒店 兩個自助餐 加來回船票 兩萬元超級 加上MIRROR演唱會 這樣 那就是你屈 我心想 你還有能之本事 就這樣賣一張票給我 又要幫我預約酒店 預約船票 一拖全部包裝 賣給我幾筆東西 對不對 那就是 江仔都有些基本上的套路分析 但是小估不到 小估不到 小估不到 是有人信了 亦都有人過了錢 過了錢 過了錢 就當然 不亦而非 財到光棍手 就一去沒有回頭 錢 沒有了就算 你連看姜濤的表演機會 亦都流失了 那樣事大 所以這些老千 永遠都會有 江仔都已經是 一而再再而三 提醒大家 真的 真的不要光顧皇偶 特別 現在的景況 是吧 因為為什麼 我最近又看到姜濤群 我都很請 無論大家 群組也好 當然我雙屬了十幾個群組 就另外 譬如有些姜濤 你們加入了不同的大中小的姜濤群組 我真的要奉勸大家 如果你們看到這些 我買了 他們最流行用什麼手法 我說買了MIRROR 我買了MIRROR見面會 但我那天剛剛有事 我現在就想原價放出來了 這樣 原價 原價放出來了 希望 給到 哎 給到一些姜濤 買不到飛的姜濤 可以有一個 拿飛的機會 與眾心長 有些簡直說 不知道家父有病 還是什麼 經常都用這些招數 不是說他爸爸有病 就是他媽媽有病 不是說他媽媽有病 就是兒子考試 不是說兒子考試 又說老婆大肚 對 有藍薑糖 老公大肚的話 就是這樣形形式式 然後就說 你聯絡我吧 原價發售 但當你聯絡了之後 他又不是這樣說 他就會講一篇大論 就說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有人叫我買了 原價 但是 你是不是很想去看 你是不是真薑糖來的 你真薑糖 那我讓給你吧 但是 人家原來已經出了高價 一倍給我買 他們說 很想資助 那怎麼辦呢 那不如這樣吧 我就 呃 呃 倍半賣給你 唉 真是看到你真正薑糖 總之你進去 跟他以價還價 當然會掠高一點 這些都還好 可能最終收到 一件票或者產品 真的賣到東西給你 有些人真的說原價放給你 你過了錢呢 那他就消失 當然就不單止是你過錢 就可能是 十個二十個 一百個薑糖 同步過錢給他 甚至有些絕一點的 就說七成放票 是吧 喂 所以 真的有太多太多這些例子 甚至是講 甚至是講這個 甚至是講這個 很多薑糖都中伏 對吧 這宗澳門事件 已經有數過了 數過的鏡份 其實我知道是薑糖 因為我在其他群組 已經看過類似的情況 有些薑糖 就給了幾萬元 去看MIRROR演唱會 加船飛酒店錢 被人過了數 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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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搓一些新的潮熱 捲走了你的錢 這樣 所以 很多薑糖都覺得很無奈 經常跟光仔說 光仔經常叫我們不要光顧王牛 但問題上就真的沒有辦法了 喂 我也想說一件事 就是說 你越是光顧王牛 就越無法 對不對 也有網上傳聞 我相信都是黃牛黨吹出來 就說 姜濤已經落實了 在暑假期間 即是八月中 就會在阿博開演唱會 哈哈 即是我的心想 你們這些黃牛黨 真是無所不容其極 即是 我高登仔都未收到封 你們居然收到封 雖然我不是MACAVIL的人 亦都不是神通港大的 知道秘密資訊的人 但我總有一批觀眾聽眾 即是如果他們知道類似的消息 無論真假都會單聲給我聽 我真的完全未聽過姜濤會 在八月中開演唱會 這個消息 咦 但是呢 厲害了 這班老千和牛 是吧 簡直說到 因為八月中開演唱會 現在姜濤 所以我們就 為免大家姜濤到時候撲空 現在我們推出一個優惠套餐 就是叫做 必中姜濤演唱會優惠套餐 只要你付30萬元 就必然可以拿到一張姜濤的個人演唱會 我們就會幫你代購 這樣實質 不成功不收費 但是已經叫你現在已經過數給他 因為他說 太多人光顧 太多人光顧 我們都名額有限 所以我們就打算 現在叫做 給個錢 誰願意給錢 我們就留給一個位 現在剩下兩個位 買定來收 所有姜濤 上八月看姜濤演唱會 先過30萬元 留定位 我們當時就會幫你搶票 你會不會相信呢 我相信聽到我的頻道的觀眾聽眾 你們怎麼會相信這些 怎麼會相信這些超現實 更慘 我想過跟你說 我現在有張票 下個月就登陸火星 你們想去火星玩 和我買票 我覺得還離奇古怪 這些大話 登陸火星 現在都有 馬斯格伯去做 但問題上 我真的完全收不到分 薑濤8月開演唱會這件事 說得實下實始 不知開錄場 OK 我起碼收不到封 我不知道有沒有薑糖上檔 我不知道 我希望沒有 說真的 他三萬元收到你的必中費 即是一定中 即是說 你能給這筆錢 我一定會找人幫你買到票 當時 如果一個給三萬元 十個已經三十萬 一百個就三百萬 對不對 那拿到三百萬 走都可以了 走老了 然後有些人就說 乾仔 那你這個人就 又太多警惕 有些網友真的 幫你買 買得到 我真的沒看過 也沒經歷過 我不知道那些和牛黨 可以預先收到你一筆錢 就說 必定買不到票 那買不到票 怎麼呢 一定買到票 你能給我錢 一定撲都撲到回來 如果我拿三萬元 老實說 我拿三萬元 有時候 再買那些實體和牛都可以 或者跟朋友買 我拿這三萬元 我在我的朋友圈子 每人派一千元 每人派一千元 跟他講 姜濤演唱會 將會哪一天舉行 那你呢 這一千元 就給你 如果你幫我搶到一張票 這張一千元 就是你的囚籠了 當然演唱會票 由我出 我相信有很多人做 是吧 我拿一千元一個 那裏都可以三十個人 幫我按進去 三十個人還不夠力 幫我按進去 買到票 對不對 那有些姜濤 就說 唉 那 那怎麼辦 對不對 就是 黃牛又不讓我們買 現在有一班人說 預早幫我可以訂定票 又說怕是老千元 就是我 我真的 我真的拍心口說 我告訴你 說出這些東西 在群組說出這些東西的人 或者是 賣這些東西的人 肯定是困水 肯定是 肯定是 騙錢 是不是 怎麼會幫你 第一 我不知道姜濤開個人演唱會 第二 他預先收你這樣的價錢 真的沒有保障 是不是 過了錢給他 他真的拿了錢 走 是不是 走去哪裡都可以 是不是 那你說三百萬不多 其實 不是很多 其實 其實可以拿三百萬 享受很久 是不是 你又沒有名沒有姓 是不是 開個姜濤買飛組 這樣 這樣就可以收得錢 哇 那豈不是很好賺 是不是 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現在那個 世代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是要 非常的警惕 不單止這個澳門 澳門之旅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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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個教訓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 將來都是這樣 是吧 喂 況且 現在 買票你不用去這個 排隊 不用去通理琴行 是吧 你現在上網搞定了 雖然有時候沒有落大塞車 喂 但問題上就是說 喂 你就算是澳門這件事 你自己 喂 以前就說 他說訂酒店難的 沒有那些 沒有那些 旅遊apps 喂 現在所有的旅遊apps 連船連酒店票 全部都幫你 一個apps搞定 喂 這些旅遊apps 就是 可以找我買廣告 我乾淨幫你買廣告 因為我知道 這條姜檔經常用旅遊apps 去預訂酒店 加 飛機 什麼都好 是不是 現在自己搞都行 我用他給錢 你搞什麼 那你說你一定能買到票 那你 你先買到票 先跟我說 那不行啊 你不下訂 我怎麼找人幫你做事 是啊 那就是啊 那就拜拜 這樣 你可以是這樣 對我這樣 老實說 沒有保障啊 對不對 就是 我自己在之前 有很多片 已經說過給大家聽 這件事是 是必然每一次 姜濤有一個 活動 有一個活動 有一個活動 有演唱會也好 見面會也好 當然有這些 這樣的 最 有這些這樣的 叫做怎麼說 有這些這樣的 老千出來的 所以 所以 大家要 真的要小心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誤諾這些老千 就是 沒有錢 我經常都覺得這樣說 沒有錢 就是事少 是不是 喂 被你騙了 是不是 我就大安置意 坐在這裡不用搶票 哎 那高登爵的懶人包 都不聽了 那些什麼搶票懶人包 我每一次都會出的 是不是 慣常的 是不是 因為 我知道可以幫到大家 姜濤去搶票 所以每次都要出懶人包 其實那些懶人包 又不是什麼特別 只不過是提醒大家 一些 注意細節 增加可以搶到票的機會率 每次我都會出的 是不是 博流量 那又可以幫到姜濤 那麼磨浪而不愧 喂 那你說不用聽了 不用聽 高登爵的懶人包 誰知道 過了氣了 咦 又說 我給了錢 又說會給我票 結果 走路 連我的群組都關閉了 那時候欲空無慮 就是唯有報警 但是老實說 人家搭得這個雞棚 你拿得這些錢 就是很多人給了錢之後 拿幾塊東西 甚至說 如果瘋起來 有一百 一千個人去幫忙 嘩 那豈不是更好 比中六合彩 是吧 真的會是這樣 那結果 就沒有了 我經常都說 錢是少 你失去的時間 還有那個 就是叫做禁票的機會 是不是 作為薑糖 就是 你要考慮清楚這件事 就是不要經常貪方便 你不要以為有錢的人 真的會幫到你 特別現在那個 後網絡時代 喂 原諒我衰點的說句 犯罪 就是這些犯法的東西 就是零成本 就是你 有時候都未必抓到的 不是說抓不到 就是 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問題上 是吧 我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抓到 可以把錢拿回來 就是零成本 他們 沒有的 在網上說幾句 然後找些分身 又說 我買過票 很有信義 什麼什麼 結果又是分身 結果又是 又是 就叫做 沒有了影 是吧 收了錢之後 所以這個就是 極度要小心 高恩仔提醒大家 我想陸續有來 因為很多姜濤的活動 都會要賣票 所以這些 這些 這些 老千局 黃牛黨 真的不要相信 我始終還是說一句 不要幫他 即是買到票 固定好 你買不到票 沒辦法 認命 等下一次 也不要助長黃牛黨的成長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好 今節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後 可以繼續